HELLO,我是Ginley 一聽到極限兩個字,是否已經感覺結去廢堂呢? 當極限跟單車劃上關係,絕對已支出普洛大眾對單車的認知 原來單車不只可以用來踩,還可以用來飛天頓你 你可能對極限單車的認知不深 其實它又叫BMX Bicycle Model Class 是一項極具技巧性和速度感的運動 起源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美格的滑板文化 而早在Ginley 2008年北京奧運會已經正式成為比賽項目 選手們控制著特製的小人單車,進行短距離賽事 穿越崎嶇的賽道,挑戰高台、彎道和斜坡 他們需要在極短時間內完成賽道,同時進行挑約 飛越和各種高難度的招式組合,挑戰地心急力 這麼大的亞運會將會採取預賽、半決賽和決賽的賽制 以車手的速度來決定勝負 在香港由於訓練場地和各種限制 BMX的確算是一種爛門的運動 有人認為太危險 也都有人覺得這類飛車黨的形象負面 幸好香港聚落班BMX運動員 2018年自至參加亞運贏得同牌 令這項運動亦接受政府的重視 亦為此,自此划舌場地被一眾愛好者練習 突破自身的界限,可說是運動的其中一種樂趣 就算你未必立即想挑戰極限單車 亦可透過今屆亞運的測試 體驗一下這項運動的刺激感和魅力 究竟最後哪個地方的BMX Rider 可以挑戰極限勝出賽事? 香港的飛車黨,你們要加油呀!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今次分享的Ball Story 記得Like我們這條影片 和Subscribe這個頻道 還可以按一下小鈴鐺 追蹤我們最新的消息 下次見,拜拜!